非常可惜福音艾尔在刚才第一局领先的情况下呢被对手逆转 再来看一下第二局的比赛 最好这分发球 刘世文和贾军 刚才就说福音艾虽然它的长焦容易一些 但是它失误也多 比较难控制 的确漂亮 比较冷静的一个反手 而且他的这种手法呢对整个下压加速起了很好的作用 其实说那个李家威啊他正手连续进攻他也容易失误他只不过实际板过作为福音艾尔的话来准备多打两个来回 抢得好但是接下来这一拍很可惜啊 所以连续连续进攻的时候有点太直了 时间拉不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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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